大家好,我是安华,今天我来画一下自由女神像 自由女神像,又名自由照耀世界,是位于美国纽约港自由岛的巨型古典主义雕像 该雕像在1886年10月28日落成,是法国人民送给美国人民的礼物 为庆祝美国独立100周年,外观由弗里德利·奥古斯特·巴特勒迪设计 内部的钢架结构由居斯塔夫·埃菲尔建造 这个名字是不是有点耳熟?没错,这个人就是巴黎埃菲尔铁塔的设计和建造者 塑像人物是身穿长袍的女子,代表罗马神话中的自由神 她右手高举火炬,左手的册子上用罗马数字写由美国独立宣言签署日期 1776年7月4日,脚下还有锻链的锁链,象征自由 这座雕像曾是自由和美国的象征,也是对外来移民的欢迎信号 当年为了建造自由女神像,法国一共花了10年的时间 共用同9.08万公斤,分装成210箱运往美国,并且用了一年的时间才安装完成 但当时自由女神像是不能发光的,因为没有照明系统 30年后的1916年,自由女神像才有了照明系统,可以发光 建成后,自由女神像底座是美国的移民博物馆 自由女神像内部中空,游客可以登上自由女神的王冠和到达火炬阳台 100多年过去了,自由女神像经历了多次关闭和翻新 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之后,自由女神像关闭了8年 一直到2009年才得以开放,并对游客人数做出了限制 后来出于安全方面考量,火炬周围的阳台自2016年起就不再向公众开放 对于这个自由女神像,大家有什么看法呢?欢迎留言评论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,如果喜欢我的视频,欢迎关注分享 咱们下次再见